你們最愛誰 屁眼 5566成軍20年要舉辦 成年禮演唱會啦 14日王仁甫 孫協志許 孟哲三人出席記者會 意外曝光 當年這個不可公開的秘密 那時候大家就講說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要 一個名字 然後就說我叫仁甫 我叫協志 然後就說我叫做屁眼 而且孫總還說這個名字很好 當藝名 一定大家馬上記得你 人生常常 尤其就是男生 玩到一個遊戲 孫子班拜關醫 後來因為在這方面 好像就是 蠻瘦的大家反定 你很會拜 很準對不對 所以後來就被取代了 屁眼 好像有點怪 很怪 屁眼我愛你 那個時候沒有想到 要在電視上講 但後來就是認真想過 當你在台上 然後看到那些牌子 或怕的是還有人 連做形狀都做出來 那就尷尬了 對 所以後來跟公司討論 大家覺得還是改掉好了 之前小高也有現身演唱會 是 他也會來嗎 我們是 我們其實還 我們還沒有告訴他演唱會時間 但通常他要來 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 對 就是他要不要來就看他 我們才把時間討論出來 我們還沒有問到他的意願 他就已經跟我們說 他時間留好 對 他根本都不知道日期 但他也都不知道 內容是什麼 他就說他時間留好了 他是我們永遠的團員 不管他是在跑步 還是在幹嘛 夏威的部分的話 也非常有機會 只要你們去問問看他 通常 我想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而聊到彼此另外一半 會不會到場 麗婷本來交點在 孫協志跟夏語彤身上 結果卻被王仁夫給接呼了 演唱會的時候 也離預算期 其實差差不多快一個月 當然位子什麼事 我幫他留好了 但是到時候還是 看看他的狀況來決定 對 很希望他可以去 因為去年高雄演唱會的時候 剛好他在坐月子 我老婆預產期還沒有到 所以我想應該沒有 對他的一個問題 對 他應該可以很健康的 來參加我的演唱會 一起跟我們分享這個喜悅 那有想要讓 預產期這件事轉正嗎 我想先著創比較重要 本質也想看你跟雨鴻 同好 我覺得這也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會做觀眾 粉絲這樣看到也會很開心 可能會有機會 未來 還是我先戴假髮 假扮雨童 可以 我們會演唱一首叫 突然聽見 夏語彤的聲音 不會 演唱會求婚 這種事有點太 太什麼 你要注意 有很多人在演唱上求婚 你要注意 你可能會跟 有點太多人用 太多人用 沒有啦 就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看來協志哥的求婚 感覺會很精彩喔